金再宗曾在节目中透露自己有八个姐姐 让众人感到很惊讶 但其实她是被领养的 基于她登上康南的节目 谈言小时候和姐姐们就像普通家庭一样会吵架 跟最小的姐姐吵得最多 不过自己和八姐的生日只相差了十个月 姐姐为了不让金再宗知道她是被领养的 因此从来没有庆祝过自己真正的生日 直到金再宗二十岁那年才知道自己是养子 让她十分感动愧疚 金再宗感叹 姐姐们几乎都是相继出生年龄差异不大 养父养母要养大九个孩子该有多么辛苦 所以想尽自己所能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 因此如今每次见到父母都会给他们五百万韩元的孝亲费 一旁的康南妈妈见状 直呼太羡慕了 因为金再宗笑说康南应该要赶快给妈妈信用卡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